您说师父 就是我们 因为我也是很无知 当初堕胎的时候 我父母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 你错了 不光是你的父母恨你 最称恨的是祖宗 因为你把人家子做后代 你让人断死绝孙了 人家对方的祖宗和你自己的祖宗 都不会饶过你的 不光是小英灵仆子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古书上都有记载 古书上都有记载 有记载 中国古时候 古书是叫这个小孩 你对太太要好 为什么要对她好 她替你家传宗接代 你没有她的时候 你就没有后代了 你怎么能对你去祖宗 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妻子好 你要爱她了 她生下小孩 你要爱她了 为什么 那个小孩就是你祖宗的后代 就是你的后代 你怎么可以糟蹋她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现在人不念古书 不知道了 还有人告诉我 他说就像我们这些造罪业的女人 度过胎的女人 说以前不是家族有那个坟墓吗 家族的坟墓 说你这样女人不可以进入人家族 人家不要你 人家祖宗不认你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后半段 上一个世纪 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将一家子 六十年前 六十年以前跟六十年以后 社会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有点良心 现在最近这个半个世纪 六十年的时候很早 人良心没有了 完全不想醒 只看到今天 没有看到明天 也看不到过去 什么事情他都敢做 国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 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典籍 都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怎么能留得下来 谁肯用这个心 谁肯出这个力了 给他留下来 从前一本书不容易 都是手抄本的 这宋朝以前的 宋朝发明印刷书 那个印刷是木刻版 一张一张去刷 很费力了 我们到京宁客金处去看 那边还有木刻版本 在那边印刷的 一个人一天 只能做三本 每个人拿到 就是非常的珍贵 非常珍贵 现在印刷书发大了 印个一万本十万本 轻而易举 古时候哪有那么容易 有没有什么 我会说 我会说 有没有什么 对